是朋友 也是竞争的伙伴 去实现世界 第一的梦想 在身旁 紧密无间来帮忙 一起去奋斗 一起去成长 不断去击败对手 团结一直不退让 去面对黑暗 凝间的挑战 战斗吧 暴露参差 变形吧 战破进化 赢得大再去粉碎黑暗 把网络 我的伙伴 发射我落到力量 一路前行 永远去穿 第一届暴龙团队会战 即将举办 为了在大赛夺冠 星期四人让暴龙们 进化成一种全新的形态 战斗机器人 但有的选手为了取胜 居然用一种黑暗零件来强化暴龙 这些暴龙会因为黑暗零件而暴走 到处破坏城市和伤害人类 为了保护城市 维护大赛公平 星期四人决定阻止他们 最终星期他们 能否成功夺冠呢 第十三集 暴走兽的陷阱 鸭鸭 没事吧 我没事 哥哥 你们还会在大赛里出场吗 呃 呃 但是我 我知道 哥哥最喜欢暴龙战斗了 哥哥 续猛龙 加油啊 好 娃娃 娃娃 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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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嗯 嗯 这人怎么这样 别管他了 我们走吧 小龙 哦 我手机怎么不见了 哦 我 我 啊 啊 啊 难道 是被刚刚那家伙偷了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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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都能够治好你的病 我绝对会取得优胜的 不用担心我的事情 哥哥只要去享受比赛就可以了 原来是个疼爱妹妹的哥哥 看来我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 真是的 都怪新奇赖床 我们都要迟到了 真的是对不起了 切吧 总算赶上了 我不信了 你走不动了 别 就开赛了 再坚持一下 快起来 怎么了 不知道是谁的手机掉了 在哪呢 那施主现在应该很着急在找吧 这个手机是我的 等等 你怎么证明这个手机是你的 手机解锁密码 是我的指纹 太好了 这么快就找到施主了 谢谢 是你 没想到 居然被对战的对手帮助了 真的吗 原来暴龙也要多吃点水果 是的 要饮食均衡 身体才更健壮 这只全员身穿黑衣服的是什么人 不太清楚 他们很神秘 据说没人见过他们的真面目 来 多吃点 别客气 新奇 再次谢谢你 谢谢你帮我解回了手机 不要那么客气了 你和你的暴龙关系看起来真好啊 因为他可是我重要的伙伴啊 看来你很喜欢暴龙对战啊 当然 糟了 到时间了 新奇 得赶紧走了 小龙 今天就让我们来进行一场精彩的比赛吧 好 感觉他们还蛮好相处的 嗯 我还和罗拉交换了联络方式呢 我还和小豪下次约了去甜甜圈店呢 但是 就算他们再怎么好 我们也要不顾一切向着胜利前进 只有这一点 你们不要给我忘记了 我绝对不能输 想要赢的话 就把妹妹的事情告诉给新奇吧 好心的新奇应该会选择认输 这到底是谁 暴龙团队会战大赛 预选第三战 究竟哪队才能登上胜利的舞台呢 有请两队选手入场 究竟哪一队能取得比赛的胜利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新奇队伍对小龙队伍第一回合 战斗开始 战斗装填 进货 等我赢了这场比赛 就请你去吃甜甜圈 虽然我很喜欢吃甜甜圈 但是我绝对不会输的 外龙 外龙小心 哇 外龙漂亮的反击 石肉牛龙 该我们出击了 果然很强 外龙 看来要出杀手锏了 战斗进货 啊 什么 不要怕 用激光攻击 战斗进货 狐狗精绝胜不罢 爆裂非战 跳起来 赢了 小猴 干得好 这么轻松就解决战斗 梦幻灵剑太厉害了 说不定可以就这样一口气取得胜利 我居然输了 真的假的 星奇他们的暴龙居然能够站脱进化 就算是这样 也不能输 我知道 我会全力以赴的 拜托了 第二回合 战斗开始 外龙好样的 对方的力量果然厉害 双几龙 使用赤裂之光 外龙 外龙 双几龙 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再次使用赤裂之光 外龙 用那个冰块 好机会 爆裂非战 又赢了 就算是这样 也不能大意 太强了 对不起小龙 不 为了我 大家都已经很努力了 谢谢你们 小龙 那是 之后 就交给我吧 呀 拜托你了 为了 我的妹妹 下集预告 小龙使用黑暗零件 让迅猛龙占脱进化 并见死 击败了小豪 和罗拉 小龙的遭遇 让星奇陷入迷茫 但是为了尊重对手 星奇还是决定 全力以赴 到底谁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呢 请看下集 星奇大战小龙 不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